我对老婆说 夫妻有矛盾不是打架就能解决的 要学会讲道理 现在老婆不打我了 总是叫我跪着听她讲道理 君子动口不动手 这个优良的品质还是需要保留下去的 难怪那天看到你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原来是这么来的呀 嫂子不是听你的话没打你了吗 你还想怎样啊 氛围可以说是相当的和谐了 我女朋友就稍微倔强了一点 就算我跪下来 她也不会跟我讲道理的 这点我真想让她向你老婆学习 哎呀不是我的 说起来都是累 我还是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吧 那就是我们栏目的波波呀 哎呀在奋斗多年以后终于买房了 不过我看她发的朋友圈 好像又遇到新的问题了 让我来看看 房子终于装修好了 整理好之后我站在阳台感叹道 我终于有自己的家了 再也不用每月交房租了 没有人可以再来找我交费了 结果突然电话响了 一个陌生的号码 你好 我是楼下物业 麻烦您过来交一下物业费 一年是6280元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又重温了交费的感觉 是不是很开心 想不交钱门都没有 没想到还有这种操作吧 不过以后都不用租房了 这应该是好事啊 物业费什么的 那都是开心的负担 好吧 赶快开心起来 好歹你比人家风格幸福多了 是不是 一定都是女朋友了 你看看人家风格上去 哎呦 因为这事啊 她又受到高级了 几年不联系的前女友 突然给我发微信 再嘛 我一机灵 急忙打了个赞 为了表达一点俏皮的意思 又在后面加了个呢 说不定要求情复燃 我真是太有情调了 刚发送出去 她就回我了 帮我儿子投个票吧 可以说是相当的残忍了 这姑娘简直太过分了 小风啊 你别理她 先帮我女儿投个票吧 此时此刻 只有赶紧找一个女朋友 才能化解这种尴尬了 去给她儿子竞争对手投票去